镜头中的这位妇女名叫李平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西港区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2003年9月 她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和大连教养院 被关押六个多月后排下的镜头 她的腋下和后部还留有被长时间吊打折磨的痕迹 半个月前 她是用担架被抬出大连教养院的 2003年2月27日 去姚家给妹妹送衣服 被非法 关押 因为衣服里边有师父的经文 被直接关在小号 手脚上大靠 四肢被靠在地板上 六天六许 然后台语带发件靠在所谓的床上 因为我没犯法 我已经结实抗争 擦鼻管灌尸 以前两死 这是行事范吧 对我进行读打 就是打脸 把身上叫凉死 给我折磨的骨瘦如柴 不能行走 大小便不能自立 就这样 4月9号 用单价过台早大连教养院 4月10号 一个心怀的干净和两个行事范 一个叫战修家 一个叫谢小丽 他们把我摔在地上 用杯子包住 按住我墙 墙报官时 用用棒撬开我的嘴 把我的牙撬下去 两颗嘴里还有活动牙 以后掉下去 还准用我的用体 把我捆绑在紫荷箱里 长达一个月吧 牵打脚体 踩手 踩脚 踩腿 踩肚子 用紫帘水 灌我的 冲我的脸 刺我的脸 把我吊 把我吊站在小号的栏杆上 三次 混过去两次 给我性骚扰 强行拽奶头 拆下身 做着一些不堪入 入耳的一些动作吧 加点睫毛 把头发 踢去 下身毛也被剪去 灌尿 发纹虫 丢咬 把虫子放在身体里咬 在大年院 这样的期间 一直被灌在铁笼子里 躺在地上 长达四个半月 48岁的李平 1996年 开始修炼法轮功 自从1999年 中共全面迫害法轮功以来 为了证实大法 讲清真相 李平多次被非法关押 2000年4月 他被抓进大连市戒毒所 强制洗脑20天 曾先后被劫持到姚家看守所三次 并在大连市劳动教养院 和马三家教养院 劳教三年 2001年4月19日 被送往马三家教养院 为了抵制邪恶破坏大法 我绝食抗争 他们给我送到小号 靠在椅子上 做老虎凳 他们强行盖世 插笔管盖世 使我 经常吐血 古兽无财 不能自理 最后 他们用胆下把我抬出去 叫家属 接回去 2005年11月27日 李平由于长期的迫害去世 生前 他呼吁世界上善良的 和有正义感的人们 都来关注和制止这场迫害 这场迫害